中央电视台这里是湖南易阳奥林匹克体育公园体育馆 在这儿为您转播的是女子单打的决赛 是由谢信芳迎战张宁 由于这次比赛是采用新的赛制 是用21分制每球得分制 所以国际雨联也特别派出了六位 别的国家和地区的裁判员来到了世界杯来执法 可以说张宁这次比赛是挺幸运的 因为他只是打了一场就进入了决赛了 他半决赛的对手是荷兰的姚杰 不过姚杰是在赛前 在这个半决赛之前宣布殷商退出 所以张宁是不战而胜 直接进入了决赛 谢信芳在半决赛当中是战胜了小将卢兰 我看卢兰这两年的进步也是非常大 卢兰是我们国家的一位后起之秀 属于年轻运动员 冲劲比较足 好 现在比赛开始了 首先是由张宁划球 J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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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e recht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通过进攻的战术来跟张宁进行对抗 张宁打得非常的聪明 在国家队里边就是女运动员 我看张宁的这个动作的一致性 也就是假动作做的是最好的 应该可以这样说 两人第一局打成了2比2 谢星芳个子比较高 大概有一米八吧 谢星芳有一米八一 应该说从身高上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 身高是他的手长腿长 那么打羽毛球应该是比较理想的身材 对羽毛球的场地还是比较大 三十五一方的场地就是有三十五五米这么大 对羽毛球应该是比较大 张宁的回球是打在了界内 那么这样的是四比三张宁领先 这次大赛呢是国际雨联第一次试行 二十一分制 那么作为教练员您觉得这个二十一分制啊 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这个直接得分制以后呢 运动员没有一个调整的一个过程 那么所以说在打球的时候 必须得精力集中 每个球的出手都要考虑比较慎重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那不像以前 以前可以放花球 那可以调整一下控制一下 那现在直接得分制的话 那就那就必须每一个球每球必争 现在基本上每场的时间都能控制在四十分钟左右了 四十分钟以内 这是比赛吧 实行二十一分制以后 你像南双这样的 基本上都是在四十五分钟左右 就可以结束一场比赛 不像以前 时间 有时候是四十多分钟 有时候六十分钟 七十分钟 这样的时间都有 所以 实际上控制不了 对 刚才张宁是判断 有点问题 所以犹豫了一下 这些球是没有过往 信心方 四比五落后 两个人确实是实力不相上下 你看一开局 这个比分就开始拉锯了 交替上升 现在张宁和谢信方呢 都基本上是采用的压对方底线来创造进攻这种战术 在女子单打的比赛当中呢 这个压底线是一个最常见的战术啊 因为在底线呢 你确实很难发力 张宁是以为这个球打到了界外 这球是界内 那么双方呢 又产生了平局六比六 女子单打呢 过去的赛制呢 是十一分啊 就是比其他的四个单向呢 都少打了四分 那现在改成二十一分制 我看这个女子单打的时间可能没有延长 或者是没有缩短啊 现在通过我们在家里训练的话 应该说女单的战术时间是最长的 对 她们的时间 统计的话应该是说 平均有六十分钟 使用二十一分制之后 基本上是平均六十分钟一场球是吧 女单是最长的 现在统计出来 就是女单女双 然后男单男双 女双也是挺好时间的 因为女双这个回合特别多 总是打不死 对 女双的回合也是很激烈 两个人的比分的始终没有拉开 现在是张宁领先一分 我记得张宁在今年的日本公开赛上 好像是四月份的 四月五号到十一号的日本公开赛上 在决赛当中是战胜了谢信芳 取得了那一战的冠军 那么他就结束了谢信芳连胜三十四场这样的一个记录 那谢信芳呢是在今年的世锦赛上战胜了张宁 不能问我太多礼拜 这个阵子打得紧 再之间 连着了 非常着急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五 十四 十二 11比8张宁领先 那么这样就到了 第一局的技术暂停的时间 由于是两位中国选手 进行比赛 所以没有教练指导 这次的世界杯 进入决赛的名单是这样的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混合双打的比赛 中国选手谢中博张亚文 是战胜了 印尼的诺瓦和苏尔亚纳 获得了冠军 现在进行的是女子单打的比赛 接下来还将会有 男子单打的决赛 是由林丹对阵泰国名将文萨 好 我们接着来看这局的比赛 等一下我们会为您继续介绍 双打比赛的情况 这个球呢 让您通过推对方的底线 然后使对方出球质量不高 然后突击得分 这是西信方案判断出现了失误 9比13 谢信方的体能应该是不错的吧 应该说中国队的女单的选手 体能都比较强 都比较强 平常练得非常的刻苦 我听说 谢信方前一段时间啊 为了增加体力 是特别去找了很多有营养的东西 拼命地吃 希望自己能够体力更好一些 希望体力更充沛 对 谢信方 11比13 落后 应该说从现在开始呢 打到中局的时候呢 比赛呢 已经逐渐地进入了关键分的争夺了 谢行方自己就感觉 他说在这个比赛当中 使用了21分制之后呢 从10到15分 这个中间是最关键的 如果在这个阶段呢 能够领先的话呢 就应该是比较容易拿下比赛 最新方 13比14落后 14比14 张宁这个揭发短球回球的话太着急 想一拍就给对方造成被动 结果造成15 这一局我看基本上是张宁呢 领先几个球 然后谢行方呢 一直在后边追 张宁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 看上去 相对的说张宁的拉开突击更出色一点 你觉得两个人的技术风格有什么区别吗 两个人的话 身材因为都身材比较高大 然后都是以进攻为主 所以呢 厂商的话 他们都是通过拉开来找机会进攻 现在谢行方反超16比15领先 发球直接得分 17比15 这高球到后场 放网 批掉 大力杀 张宁可以说是一位大气晚成的运动员 直到03年是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 04年呢是拿到了奥运会的冠军 客指导那一个羽毛球运动员你觉得他是什么时候是出成绩的最佳的黄金年龄呢 像张宁这种的话就属于大气晚成 一般的运动员就是21到23岁这个年龄段应该是比较成熟的一个年龄段 这个呢一个是因为比较年轻体力比较好 再一个呢也经过很多年的大赛的魔力21岁到23岁之间的已经成熟了 加油 这是双方第一局的比赛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 是非常的好 但是那个西新方采用了一个头顶P对角P直线的这种球路来控制张宁 谢新方打得非常的顽强连追2分19比19 张宁回球失误 谢新方 谢新方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21比21比19先胜 这是一个心态比较着急 像很多不应该失误的球 轻易的失误 再送给对方3分 这个时候 对于新西方来说 士气和肌肉的荒肥水平都不一样 我们大家所在的这个体育馆呢是湖南省一阳的奥林匹克体育公园的体育馆 在比赛的间歇呢 赛场上也是放起了节奏比较鲜明的音乐 那其实呢这里举办体育赛事呢也是比较有经验的 像八一女排她们在联赛的时候就把这儿选择成为了主场 八一女排呢是从2002年一直到2005年的都选择了一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来作为自己的主场 在体育馆呢可以容纳5000多名观众 我们大家看到啊可以说今天是座无虚席 那刚才呢我在门口了解了一下票价 其实呢售票处呢已经撤掉了 因为在好几天以前啊所有的票呢都已经销售一空了 那么今天决赛的贵宾票是380元 普通票呢是150元 好我们接着来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这是世界杯女子单打的决赛由张宁对阵谢信芳 第一局的比赛呢张宁是以19比21输掉了 高远球 第二局开局双方都加快了场上的速度 其实改了21分制之后啊这个女子单打 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时间是最长的哈 因为过去呢女子单打的赛制呢是11分 而现在呢变成21分之后时间不但可能不但没有缩短 反而是延长了 我们看谢信芳脸上的表情是比较轻松 毕竟第一局已经赢了心里还是有底的 信心赢了第一局后第二局的信心不一样 肯定会放松一些啊 进往小球 勾对角 勾对角 张宁回球出界 谢信芳的判断非常的准确 那么现在他就以3比2领先 等一下我们为您转播的比赛呢 还有男子单打的决赛 混合双打 混合双打已经结束了 还有男双的决赛以及女双的决赛 男单呢将由林丹对战 对阵泰国名将文萨 女子双打的比赛呢 由奥运冠军杨维张杰文 对阵自己的队友魏毅丽和张亚文 在男双的比赛当中呢 是一对中国选手和一对外国选手对阵 是傅海峰 蔡云迎战印尼的陈甲亮和西吉特 第二局的比赛跟第一局有些相似啊 也是一开局的时候呢 两个人的比分交替上升 现在啊 中国女子单打的 这个头号的争夺 我看就是在谢信芳和张宁之间啊 应该这么说 两个人水平差不多 这胜负的话都是很正常的 张宁一个头顶点对角落点很好 在历届世界杯的女子单打的比赛当中 我印象当中啊 也获得女子单打冠军的有老将李林卫 韩爱萍 叶昭颖和唐九红等等这些运动员 唐九红呢也就是易洋人 易洋呢也是这羽毛球之乡 这儿培养了七位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 像龚智超啊龚瑞娜呀 都是湖南易洋的 对 双打运动员黄瑞也是 黄瑞对 黄瑞是参加了混合双打的比赛 不过非常可惜他和郑波两个人呢 没有进入四强 这个球谢星方打的非常的巧 他是瞅准了张宁反拍的空档 张宁这个正手推对角弧度太平 再高一点可能就更好 更好一点 张宁领先1分7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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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网 小高球到后场 双方对拉 张宁这个球采用了一个杀中路 这样的一个球路 使西方来不及反应 直接得分 连续的两板出球 谢西方又把比分追平 看样子两人的体力消耗还是比较大的 张宁打得非常聪明 是把球打到后场 这样的就拖延时间 自己能够有机会 更充分地去调整 双方 西方在场上显得非常的从容 他在昨天比赛结束之后 告诉我们说 他说现在对于发球技术 感到不是特别的自信 因为在单打方面 女子往往是采用正手的发球 相对来说比较单调 国外的一些选手 他们在单打的比赛当中 可能有的时候用反手 正手发球这样结合 变化比较多 他21分制之后 就对发球的要求更高了 所以他希望自己 在以后的训练当中 把发球作为一个重要的环节来练 9比9 张宁发球 感觉张宁的表情看上去挺疲惫 他这右腿是不是有伤啊 对他的习惯节前一段训练受伤 所以对他的比赛应该说有一帅 相对来说有一定的影响 是比赛之前前一段时间 前一段时间的那个训练 有多久啊 离世界杯多久 一个星期之前吧 训练的时候 有点扭伤 我记得刚才第一局的时候 技术暂停的时候 比分也是9比11 不过刚好相反 现在是谢信芳领先 上一局呢 是张宁领先的时候暂停 在这儿呢 我们也利用比赛的间歇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21分新赛制的几个主要的改变 第一呢 是取消了原来的 只有发球方才可以得分的规则 采取每球得分制 由每局的15分 改成21分 双打的时候呢 是不再有两次发球权 只有一次发球权 那第三个比较大的改变呢 就是每局打到11分的时候 双方都休息一分钟 现在呢 两个人已经休息了一分钟了 我们要接着看他们的比赛 10分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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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Dre 3 十比十一 张宁落后一分 有的时候看这些运动员比赛 真的是有点心疼 有的时候受伤还是坚持比赛 张宁这个时候 可能体力上面出现了几点 所以在多拍当中 食物比较多 你看这个球也是自己出现失忆了 确实体力消耗比较大 这个时候手上已经没有准头了 当人体力下降的时候呢 就可能这个控制球的能力就差了很多 心里有这个意识 但是你手上已经控制不住了 对 像以前的比赛的话 可以暂停擦擦汗来调整 现在二十一分之以后呢 不到那个规定的休息时间 你是不能去喝水啊 擦汗的 所以这样的话体力的话 你就调整的机会没那么多 对 张宁还落后两分 谢新芳他昨天的比赛 他说自己的经验 就是打到十到十五分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比分拉开 如果能够拉开的话 就比较容易拿下比赛 因为现在是每球得分制 如果领先四五分的话 你再追的话是很难追了 现在比赛又打到了中局 这是比较关键的时刻 在我的印象当中 我觉得张宁是特别顽强的 特别有咬劲的 其实有的时候落后很多 他也总是 百分之一的希望 就做百分之百的努力 他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是跟他的思想的意志品质 特别固硬 这是很有关系的 包括他得到了 奥运会的冠军 也是挺不容易的 因为他前面吧 有叶昭颖 公志超 在他后面呢 又有周密和龚瑞娜 所以他呢 年龄又是 在这个年轻选手里边 又显得比较大 所以他能够拿到奥运会冠军 确实是靠着自己的韧劲 咬劲 才得到了自己 事业上的最辉煌的顶点 现在场上就是说 现行方的速度 在场上的速度 出手都比较快 所以张宁在体力下降的情况下 这步伐有些跟不上 造成出球失误 冰抽党 谢谢黄 这个球犹豫了一下 现在场上的形势呢 对谢行方还是比较有利的 他第一局呢 是以21比19先胜 那现在呢 又是17比14领先 谢行方在今年美国举行的世界锦标赛上 是决赛当中战胜了张宁 夺得了冠军 这位观众 在场面严谨先 15比18 张宁现在落后3分 谢谢黄连续杀球 这样就把比分的差距拉大了 今天看上去张宁的状态不是太好 而谢行方呢 在场上显得非常的轻松 显得很自信 这是第一局 张宁在关键的时候出现失误 那么到了第二局以后呢 张宁的体力下降 然后速度更不下 足球和战术 战术那个目的性 都对那个谢行方的威胁不是很大 现在谢行方是拿到了比赛的赛点 张宁的体力下降 随着张宁的回球出界 谢行方以21比16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从而以2比0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的张宁 谢行方是拿到了2005年世界杯羽毛球赛 女子单打的冠军 不知道您看完这场球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那么你觉得两个人打得怎么样 这场球应该是两位选手水平差不多 那么开局的话比分都是交替上升 那第一局呢 双方的选手呢 都是采用压对方底线来掌握主动 来创造进攻这种战术 那么打到关键时候 张宁呢 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 要求 出球要求过高 所以连续三分十五 这样的话送给送给谢行方 直接送给谢行方三分 那么关键时候 心态的把握 没有谢行方那么把握的好 那么谢行方呢 在第二局 加快了速度 加快了场上速度 出手的速度和移动的速度 因此在场上整个就是掌握了主动 张宁的话由于体力下降 频频出现失误 因此呢 在这个比分上面 落后比较多 整个场上都是由谢行方 掌握了主动